大猫熊宝宝网络命名票选活动 25号公布了票选结果与得奖名单 结果乳名一亚还是以六成一的高票 最受到民众的喜爱 现场也以电脑乱续选出了50位的幸运儿 将可优先到动物园来看一亚 观光传播局与台北市立动物园 共同举办的大猫熊宝宝网络命名票选活动 25号上午在官传局举行 首先孙廷龙局长与金世谦园长公布票选结果 乳名一亚还是以六成一的高票 领先第二名的袁宝 与第三名的一亚花 刚开始袁宰是一路领先 曾经到百分之七十几 但最后半个月突然那个叫袁宝的 在集体直追每天票都赢他 不过那最后袁宰还是用百分之 大概六十点几胜出了 接着现场以电脑乱续的方式 抽出50位的VIP得奖者 并且扣好给得奖民众 告诉他们可以忧心到动物园 来参观一样的这项好消息 你要参加那个大猫熊的命名活动 是 有啊 起床后办这个活动 我觉得说蛮有意思的 跟小老百姓多多少少 大家把可以稍微整合这点过来 看完 我觉得我们健康还不错 好这个 那你这个得奖 因为有两个人去看 你要请谁跟你坐着去看 我再绳子去 绳子哦 官传局表示大熊猫宝宝网络命名票选活动 总共吸引了75297位的民众参加 尽管一样以45000多票的得数获得了最高票 除了让参与投票的50位幸运儿可以优先参观一样之外 另外也抽出45份的文具组 还有370张的泡汤券回馈给热烈参与票选的民众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道